文字方块 请用常用的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然后可不可以稍微拉成横的 请里面我们放这几个字好不好 同药理 用药日数重叠率 日数重叠率 这个字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我先把它设大一点 24好了 24 然后这个字 如果我希望它上下放在中间 麻烦请在这个同药理 同这个字的前面按一下Enter键 就是放到放到这地方 用整条的底色我想要换成一个 因为音乐嘛 我喜欢那个很淡很淡的蓝色 它在格式这一块 中间这就是格式 这个背景 把这个背景往下这个按钮点一下 色彩 色彩把它改成很淡很淡的这个淡蓝色 这边我想要放一个很简单的图示 例如说Logo 卫福部的Logo 这个地方我想要放日期 就是今天的日期 而且每次打开来 每次打开来 甚至看你要不要将那个单位 是由医务行政市制作 我 因为我们时间还够 所以这边放一个Logo 所以你是不是要先去下载一个Logo 来麻烦请输入台南医院加Logo 可以吗 来下载这个 这个 台南医院Logo 我有刻意点这个图片吗 好 请点它 然后记得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另存图片 就是我只要存这个图片 另存图片 一样放在我下载里 哎他是JIFF 好吧 那我就只好再点他 记得哦 反正 其实JIFF也可以了 可是你就一直点他 最后点到 另存图片 一定是像PNG或JPG或者是GIF 好 我一样放在下载 我就叫台南医院 的Logo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如何插入图片 插入台南医院的Logo 首先我想要插入到这个地方 插入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影像 所以请点这个影像 然后我刚刚是放在下载 所以这边唯一有的一个影像在这里 然后开启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 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 只能 只能 只能小一点 然后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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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是 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比较 感觉起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操有什么好玩 可以 我什么时候 灰